他们继承着同一个流派 在学习成长过程中 他们经历了很多 把我们当初排的那个 舞台上排的那个一个路子了 全都给推翻了 哎我天哪 我听到你过来 他说你今天的贾宝 比我都老了 我今天演个演技 师徒两代徐派小生 共化成长路上点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家明段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荣幸 请来了两代乐剧徐派小生 一位是当代乐剧表演艺术家 上海乐剧院副院长 钱惠丽 你好钱老师 你好观众朋友好 钱老师身边的这位 是她的学生 也是从乐女争锋当中 脱颖而出的乐剧星星 杨婷娜 欢迎婷娜 左轩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你们 师生二维一起要聊一聊 在乐剧道路上成长的点点滴滴 首先要问婷娜 婷娜我知道你是新昌人 在新昌的时候 老家你就学系了是吗 正规的学系 有就是我们新昌 吊枪剧团的老师来教训的 然后你是很顺利的 考入了上海戏曲学校 乐剧班 对对对 之后就进入了上海乐剧院 对对对 是什么时候正式 拜钱老师为师的呢 我是21岁进了上海乐剧院 然后进了乐剧院之后 基本上有我们惠丽老师 来传授我的乐剧艺术 你真是好运气 惠丽老师教你 钱老师 这位学生 你刚刚见到他的时候 21岁 刚刚学校毕业 对他是怎么样的印象 我头一个印象 他是一口的心腔话 我觉得 一下子就跟我们拉起来 这个距离就拉近了 乔老师诸记人 首先一点 他的那个咬字 我就不需要去教他了 从来老师来说 我觉得 这个我就损了很多了 然后 听他这个个性 倒是也是挺好的 他的个性也是蛮直率的 我觉得你们十生二人 身上也有一点挺像的地方 都很直 都很直 而且都挺为快乐的 钱老师是你的老师 那徐玉兰老师 就算是你太老师了 对吧 钱老师您最初跟徐宇兰老师学戏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到今天还记着吗 那是永远忘不了的 我记得1983年的下半年 我第一次来上海演出 虽然我跟徐老师见面已经不止这么一次了 其实之前82年我曾经到他家里去过一次 拜访过一次 拜访过一次 但是真正得到他的亲授还是1983年 1983年来上海演出 就在现在的一副舞台 以前叫劳动剧场 我们演的是日常 那么当时我们就请徐老师来给我们排戏 因为我们当时是 当时是看着徐老师他们的电影《红楼梦》 才这样排下来的 这样搬下来的 这个和舞台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徐老师当时就说好的 要我来排戏 如果什么地方他看的不对 他必须要改过来 我们都表示同意 那你老师能来 那我们多求之不得的事情 所以徐老师就花了三天的时间 我们就提前几天就到上海来了 花了三天 我们在一副舞台 这个舞台上排的 然后徐老师啃着面包给我们排 因为他胃不太好 那徐老师一看 当时是真的是皱眉头的 他就觉得这个舞台 他就觉得这个地位 表演 这个分寸 都觉得好像 就觉得他非常的不满意 反正 反正当时他是有点 他当时也有点急 那么他当时当然主要急是急的 这三天时间 你怎么可能 就是来达到他的要求呢 这时间不允许啊 但是 当时我们都是非常的认真 我们只要老师跟交 反正徐老师 他的每一句话 我们都会听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在乎 三天的排练 就基本上把我们 当初排的那个 舞台上排的那个 就是路子了 全都给推翻 说实话 我们已经演了好几百场的戏了 对啊 你说一下子要改过来 确实是有能够的 所以当时我就想 我就当我 我以前没有演过 以前的 以前什么样的地位 我都不管他 从头开始 凭借刻苦努力的精神 和对《红楼梦》这不细的热情 在经过自己更深入的体悟之后 钱惠丽 塑造的贾宝玉 夺得了台下观众们的 振振掌声 今天是走过道鸡 天堂等级 和地鸡 藏丁 万一天赛 啊 啊 我害怕了 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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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都關註 咱 總 嘩 一天啊 緊急 的 一現 一步 咱 無双 蜆 縁 蜆 有 金河散花亭飞开 光着亭飞一滴得 新来乐和富艺美 红金鱼鸭铭参与烧起花斟 三月挑戰三一天 七星雞星雞雞雞雞 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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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七星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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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好 咦 放得出去 車尾又不進出車呢 啊 他的身體要重量 一次過來 好好 越來越次 進來咩 這車子高中的說什麼呀 我們後邊不想說跑 保勝嘞 啊 啊 啊 王兄 昨天浪中的東 東北 學她的 心情 年輕 的 独身 歡喜的少子 沙 看去 老子總都只會 你好 好 好 我 我的 好 我你兩 像 親子弟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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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你母親子娃不要雞 alloy wow 好 苦苦 好 死吧 你? 你妹妹 你妹妹 走 他不得你 你也不不用 你也不得 天上不知你心地藏花荒花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般来说你唱小声的人他都会唱 对 刚才我们也聊到钱老师他当年83年的时候到上海来排《红楼梦》 但之前被徐老师全部推翻 我知道你好像也有一次这样类似的经历是吧 我是库祖庙 老师 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知道 那个时候就是说是第一次对外公演 就系校不是有学校学生对外公演吗 那么领导就是说选了我一个库祖庙一个楼台会就两个流派的 那么当时教研科的科长请了徐老师 就是那个时候老师还算年轻的大概就七十几岁 还能到学校里来教我们 请了老师来看 哎呦老师当时看了就像老师说的皱眉头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不行 没有人物 因为当时学校的老师请的是京剧老师来教的了 他可能注重的都是形体动作 但人物没有立起来 老师就在台下已经觉得 对 那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 当时你们都在细校 确实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还是有难度的 难度的 对 那后来 然后老师就推翻了 他说明天这样子不能的 他我这个徐派的摊台的这个 就是说经典唱端 我还当时徐派传人了对吧 你当时徐派你要不就不要插对不对 然后就把他推掉了 真的推掉了 但是就也就一两天就要演出了 你当时心情怎么样啊 那我那个是学生 不像老师那个时候 已经是成年演员 可能演过几百场了 一点底都没有 就腿下火 哭过吗 大概差不多 又要哭了 我学校里就这个哭包 也哭怎么样 这次的经历 令杨婷娜记忆犹新 蔡老师在艺术上 对自己的演要求 始终印合在自己的脑中 成为了一种进步的动力 很像 此刻腾线浪漫 你当起描述灵魂充 不忘卿这一朝古宠 这宫庆才保护王 有了这几三八回宫 可万千不加恨恨呀 一朝四月就一命运走 也就再次大兵冲 回国夜观参途 四王座 四王座 一朝半括强微风 一阵处到大半中 外套一阵子 他从落背 他等我不忘卿 卿正有 不贪他 一生醉了 作真意啊 至今她完整 最夢多 吼 吼 吟 吟 吼 吼 相吻以为与动人 却以营养对罪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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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 吼 吼 吼 天黑而鸭 将才难为 小慈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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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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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行 那我说真的不行 那我说我把你带过来吧 后来我老师就带了菜啊 带了饭 我一直自己有演出 因为他是自己家乡 他没有一个大戏 但是周期的观众 都要看到我老师演出 所以他前面加了清唱 所以他先把我饭送到服务台 好难啊 你不去吃饭 老师把饭给你挣来 这个是这样的 要是平时 肯定是他关心我比较多 然后这次他因为身体不好 又要演大戏 那么我叫他来吃饭 他也不方便 那么我就正好我姐姐家 我就我就把他 把他饭 把他端过去了 真好 那要是不吃的话 那这个身体更糟糕 所以因为我两个学生 他们带我都挺好 那么不光是我自己两个学生了 我们其他这些演员也都蛮好的 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风气了 你还给他专门送了一种草药什么 什么草药 那么灵啊 草根 是叫草根呢 这个是应该很有名的 但是学名叫什么我也叫不出来 反正我我是春节的时候 我到我婆婆家里去嘛 老太太他们一大包 他们说这个是非常难采到的 非常少的 就是你要是咳嗽 你要都不能不要吃 就是这个一喝 肯定 一天 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两三天的 你就马上就咳嗽 就给你止住了 感冒什么吃了都好 清活 是咳嗽 消炎 那么然后我就马上想到 我现在我还挺好 我还没什么 我说那就给我吧 我带给我学生吃 我就马上就带过来 我是提前现回的上海 然后当时因为身体不好 我就去中医院看病了 然后这看好病 其实回来就那天晚上 我老师晚上不是 傍晚的时候 他就来 天哪 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上海 我说看病 你现在中药线不要吃 我给你带了个草药 这个草药 你那个中药线停掉了 怎么这么好 然后当天晚上 我老师就派了他的司机 送到我家里 你今天晚上 觉得必须吃 送到你家 送过去的 你就快点给我吃下去 因为他知道我上足不好 你当时看了这一 我当时看了 是草药 你怎么想 我说竟然有个草根 还好你妈妈说好吃 对的 然后我妈妈已经不识货 一定不识货 但是肯定是中药里面 很名贵的一个 就是这个咳嗽的 我妈妈一看就说 哎呦 这个东西很难玩 你老师怎么找到的 不是这咳嗽的 我妈妈一看就知道 老师的独家秘方 给了你 这一般人都不传 不给的 还不给的 亲自送到家里来 第二天到老师家去 老师还亲自熬了 然后就多快点 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真是老师的一片心 说起来 真是有这样 关心自己的老师 学生才可以那么自信的 那么从容的 站在舞台上 很好的发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居正向 堅称之女 美丹小姐 任意 丹雪啊 观影 不以 亲王驾伴 不乃至得到 尖宿 退去 又不见悟 也在那里 可不不惜啊 秀明莫财 丁丁丁丁 有她 公所 走恍恍之日 她 从不敌去 不知我哪 美丹小姐 心意 死后 唉 毫不败 孟诚意 可不如 云月 安穿着天 尽 可不如 云月 安穿着天 尽 可不如 云月 安穿着天 尽 幸福 但得不到她一世 为 散 散 汪 尽 带着眼睹我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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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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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继承着同一个流派 一段路长远长远远远 在学习成长过程中 她们经历了很多 把我们当初排的那个舞台上排的那个就是路子了 全都给推翻了 哎呦天哪 我听到你过来 她说你今天演的家伙比我更好 我今天演的演戏 师徒两代徐派小生 共化成长路上典地 当中也说过 钱惠丽老师 她是把演戏看得特别重的 戏大过天 其实她自己本人也是这么做的 就是刚才她还说 她说这个我就不说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要她回忆一下 当年她怀孕的时候 还在舞台上唱着 那会儿是几月啊 孩子五个多月我还在演出 我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排了两个信息 那时确实很累 如果没有一点意志 真的坚持不下来 你累 其实那孩子她也挺累的 你也应该心理她 还是我是扎着她的 我是我在香港演出 某个多月的时候 就是我把她扎她紧紧的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点 形体上已经有点看得出来 我就把她扎紧 等到演完以后放松了 她就里面有钱打进去 真的 你这应该谢谢她 回来以后医生就狠狠地批评了 我可以 我当时 我当时不太主张大家都这么做 对对对 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做 特别不许 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 那肯定是集体的 集体的利益肯定比你个人重要 秦娜这方面 秦娜她也不错 我 你这个 我好一点 我大概是到三个月多月就开始 不不 她两个孩子 对 下来了 但当时就是说 我去知道自己怀孕了 当时去一个外地 也要坐七八个小时的长毛汽车 天哪 颠簸 人家说三个月前面要保胎嘛 当时也没知道是双胞胎 然后颠到那里之后呢 确实感觉不舒服 明显觉得不舒服 他们说要不要去打保胎 真的我不要 就演到金鱼两个月 演完金鱼两个月 她比较高亢 情绪又比较高亢 唱唱又高亢 都用气唱的 要头晕的 对 就感觉不行 肚子疼 头晕 人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一趴在那里就不想动了 这段唱本来就是很累的 如果你是身体很健康 正常的一个人 这个地方也是很累的 就是老祖宗啊 这个是清唱啊 啊 听下往的无数据 那只据为没公司分 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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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老祖宗不同意你 然后他 绝望 对 绝望 老祖宗 一下子 这么 这么对我 这么宠爱我的老祖宗 突然也不听我的话 然后他要退 就怕他起来了 老师 起不来 老祖宗 我搞什么 他打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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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 你去给自己 跑步 他打给 scriptures 出去 他打给 你啊 你啊 他打给 你啊 他打给 我 你啊 你啊 你他打给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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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你啊 你啊 老祖宗 老祖宗 算到教队 尊未在地 你父亲 你父亲 你妹妹 你妹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没愿造反光 为什么却就要再比你老人情 老祖宗 憑我假作平安 在一起他關著我的 心當狂恨啊 在哪裡 听不去谁也无法翻译 人子关注你剪刀 人 história老闆 就是尊敬的 是啊 就是尊敬的 她的老闆 人rine 我可以啊,你也很漂亮 我可以啊,你也很漂亮啊 我可以啊,你也很漂亮啊 我可以啊,你也很漂亮 我可以啊,你也很漂亮 我妹妹都一定 两个平原一定要跟 方求你,把妈妈放在街上 也好娘腾,你小脸,心念心 我这也能撒香去那 资料也哭,真本本 老不 痛啊 天下满的 老不放我去 赤裙妹妹 枯鞋也是 空风自嘴 我可以啊,你快要 你看啊,你很漂亮啊 好娘 心情,是你它 是你可吃 你请平均啊 比好不见 我最后啊 我自然只有你一万 我找你妹妹去 海滴 我找你妹妹去 我找你妹妹去 帮你 你 我找你妹妹去 你妹妹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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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上不去 我跟服装老师 我真上不去 我肚子疼得不行了 大老师 你这个时候 你唱的快唱完了 你还不上去 真的是一把推 我们服装老师 你肯定要上去 那坚持下来 其实在台上 真的是这个戏 有点是有理在外面的 因为我不懂 那个双胞胎 它跟那个 一个小孩那种反应 肯定会更明显 大一点 更大一点 更大一点 我觉得听他们俩这么说 真是符合了一句话 就是他们在台上的时候 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三个人 而且我们想的是 两个人 我跟我们老师的孩子 我的孩子 真的是同一天 四月一号 你们俩都是吗 小孩 那么巧 不知道的 他又远了 我跟老师打电话的时候 他都不相信 你怎么生孩子 还要给我压的 真甜一天 我说真的吗 我们真的也是四月一号 缘分 就是师生的缘分 这很巧妙 很微妙 上海乐剧院 一直特别注重 对年轻演员的培养 秦娜 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哪些训练是觉得 进步会让你特别快 进了 一开始我们是青年团 之后呢 我们并倒了 我们老师的红楼团 我觉得这就跟老师 拉近了距离 就是说可以 就是说 面对面地 向老师求教 然后 最好的一点就是说 我能每次演出 就跟在老师旁边 观看老师演出 这是一个 很难能可过的 学习的机会 所以每一场 老师演《红楼梦》 只要他在演出 一个我老师的戏 我基本上都在 会侧目旁边 看着老师 但这个跟你 在家里看蝶片 跟现场看老师 那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 它是形象的 立体的 真的 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帮助很大的 近几年跟在老师旁边 老师在演出 我就在旁边跑龙套 跑好龙套 只要有空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看老师演出 我觉得这个挺有体会的 就作为学生 你在台下看 在电视机前看 跟侧目看 台后看 真的不一样 跟蝶片看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哪个人物 我就记得 我自己困难最大的 可能就是 《红楼梦》的 贾宝玉跟 预战记里面的 潘碧正了 因为他们两个年龄 都偏年轻 很年轻的 可能平时演 那么正小声的 年龄比较成熟一点的 演了多了 当时演贾宝玉的时候 我基本上 这种娃娃身子类的 基本上没什么演过 比如说在掌握这个 角色的年龄上面 把握不住 然后旁边 潘碧正 就是说 他跟姑母 跟侄儿间的年龄感上面 就不行 排起来 一点都不像个侄儿 这个年龄就大了 就是一般小声 在演出的感觉 比方说 跟姑母撒娇啊 就不行 出来的时候 人家导演 或者老师看起来 你这个 你这个人 你再小一点 这是你姑妈 好说 是是是 这个上面不行 然后贾宝玉上面 也是有 也是有问题 赵老师批评过你 对 曾经就是排了 前半场的 贾宝玉的时候 请了赵老师他们来审查 赵志刚老师 赵志刚老师 然后赵老师下面 听到你过来 他说 你今天演的贾宝玉 比我都老 我比你演的眼睛 就全把你给否定了 可伤心了 就把小孩演成了大人 对啊 那就失败了嘛 那个时候年龄才几岁啊 你把他演成一个成绩 但老师就很厉害啊 你看他从贾宝玉 演到韩非子 对吧 就当时 我们老师演到韩非子 他那个人物 年龄跨了多大 一个历史人物 老师 他走到你往里来 我将你约在这三次 你做个相待 送给我好不好 那 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那 你送我个相待 我又送你个好东西呢 这是北京王送给我的 是王将赐宝来的 什么传络来的 我不要的东西 你不要的东西 不够你的相待 有 我要相待 相待 我 Normal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相待 我身受温心存 传宗自利用心腿 超高全英都荒美 傻夫妞恩怨 思雨满 爱的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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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一声 也不肯 爱的母子 一声 无情 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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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确实过来这个人物 自己到我们月转队里的三角花园 确实去体验生活的 那倒是真的 排不出来 然后我就知道 三角花园就看那种小朋友 给妈妈讲话的那种口气 假声假气是怎么讲的 然后发假的时候 这种表情跟我讲 真是这样走 你别说有用 钱老师现在在看他们演的时候 做何评价 那现在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舞台上的这么一个年轻小声 应该说现在已经更成熟 但是又不是年轻人的一种朝气和灵气 是表演更成熟了 然后角色塑造的比以前更年轻了 我闻过了 年轻人的一种朝气和灵气 我必怕我工作太心的 我必愿我忘彩锅 我必会人家子来 我必好的 我必须我买的 那有很多人 这万事不严 不停无畏 再 愛 早兒來你 哭著 哭心又急 恰不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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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兒 進步姑娘 爸 咧 姑娘 换上耳铁嘞 不足为六样猴子 哭戏呀 是哭戏呀 我就是要要一场 那这戏 从后来呀 恩口这样子 木儿去网林 顿不靠 早点告诉 去必忍心吗 不要流泪欲吃 哎呀晚了 哎呀晚了 这么晚了 啊 姑娘呢 早点贴港区 稳正不高 要是勉强不靠 明罗上山 去不 晚了明生 我又必了鲁子 姑娘 早晚日来库 再去吧 大安午夜库 又要登山 这我姑娘 在修的斗鲁 去 云 好 姑娘 你这人比这孩 嫌弃富康 无名八粮 你个爬上 你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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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 爬上 心不怕 我会在大地方 这句观众不听 我今晚不攻略 你爬上 我你爬上 我今晚不就 你爬上 你爬上 我 我 爬上 我 我 你爬上 姑娘的眼神 叫真馬魚 有你夢 非手法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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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心要生氣 咱兒親我 親子 你到底去不去 去 去就去嘛 這碗差不多 姑娘 不止幾日 氣沉 這顆氣沉 姑娘 苦口當中 我這顆氣沉 你早起令我永信中的 綁苦應治 姑娘 叫你 借客酒 酒 傘子 到哪裡去啊 究竟我 甚至請見次鄉啊 啊 我以風負敬問 叫他爭美影長 咋孩兒 不永 取 了 也不堪 拿著 購物 我以風負敬問 乃 我以風不堪 你敢不肯 啊 沒有 我以風負敬問 我以風負敬問 這是誰啊 你不怕 我以風負敬問 私募奉奉家故地的把店 为潘相公奉仪 今天我和钱老师还有琴娜这对师生聊了很多 他们在艺术道路上的很多故事 其实他们在继承了徐派高亢成素的唱腔 同时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其实在之后几天 琴娜也会在上海艺术舞台带来四场舞台的演出 让她在这儿跟大家预告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 我本人将在3月16号17号18号19号 在艺术舞台分别演出 去将近追于玉丹记红肉梦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系列演出 那么也希望观众朋友们有空的话 能够走进艺术舞台来观看我的演出 在这里呢也要祝琴娜演出成功 也谢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第一期 第二期 我们boat 没有 连